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南投 這一次我們就找到了一間位於南投 離日月潭大概十分鐘車程的飯店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有點不可思議 因為一個人喔 住一個晚上七百五十元不到 我們今天就特別帶各位來日月潭 一日遊 GO 好的 現在我們來到飯店 買完 等一下的船票跟腳踏車票之後 我們要繼續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喝 喝茶 我們現在來到了喝喝茶 喝喝茶 這是最近星星的一個景點 因為它裡面很多可以拍IG情境照的地方 它有一些的自成的介紹 手作DIY 園區很大 很悠閒 哇好像不錯耶 唇齒流肝 唇齒流香喝完回肝你把它合在一起叫做唇齒流肝 好吃耶 甜的有加糖 而且最重要的是免費 怎麼跟我婆婆用的茶葉蛋差不多 你是說很久沒有出現在螢光幕大家呼之欲出的那一位嗎 還有人問我們說最近跟婆婆的關係是不是不好 香耶 八角 很黏耶 好黏喔 首先 先聞香 在空中 然後接下來你來上面體驗完喝完那個茶跟蛋之後 下來二樓就是要清空你荷包的時候了 你在這邊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下面它在製作一些尾雕啊 農營的這個茶葉的過程 這個編套是茶葉改良茶給它的 18號它是帶有薄荷肉桂的香氣 然後21號它是帶有蜜柚花香 它是由台灣的野生三茶跟田田的大葉種去配種 是印度的大葉種 然後它是原生都沒有跟人家沒有爸爸媽媽 就是 原住民 我們喜歡原住民 喔 哇你吃那個是什麼 是長條的 哇好重 紅茶蘋果乳酪蛋糕 紅茶蘋果乳酪蛋糕 非常的好吃 這是一顆蛋嗎 對 它是一顆蛋仁嗎 它在丹朗 一般的茶樹比較矮 是因為方便茶濃可以採茶 否則每一顆茶樹都長到這麼高你要採茶 大概只有姚明 可以了 現在我們要前往日月潭的本身 我們停在水社的中心停車場 其實甲拉克站也在這邊 坐船的地方也從水社這邊可以穿過去 等一下我們下去是左手邊 4號 好 這上面這個大柱子就會寫 這個是4號 這個是3號 目前看起來是空無一人 社交距離 長達650公尺 前面就是我們的伊達山喔 我們今天坐到一個很特別的船 綠能環保遊艇 那在日月潭有138艘的船 但是只有10艘是綠能 拾起來 很安靜之外 最重要的是沒有臭味 怎麼分辨很容易的就是 你看到這樣子的船 中間有中空的 那就是綠能船 現在 整個水位降低了6公尺 對耶 這以前啊 走水在你旁邊 你看現在變成在二樓 很誇張齁 這裡晚上是不行駛的 就是晚上這是給漁民的權利 他們有蓋了一個燈塔 那個燈亮起來的時候 就是告訴這些人說 你們時間到了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捕魚啊 等到換燈的時候 就又變成是觀光業的權利 我們現在來到了 伊達少的老街 吃午餐 我們現在在一間叫做 金 胡麻醬是我要的 美乃滋是你的 招牌的特餐 就是有烤肉飯跟蝦捲 吃吃看河粉囉 好香喔 你幹嘛偷吃我的啊 上面有用的肉燥 嗯 還有到航吃耶 那個也蠻好吃的 嗯 這不錯 嗯 緊湛跟人如其妙 我吃的這個也很緊湛 像這一間這個辣 超好吃的 嚴重警告 一般不敢吃辣的 不一樣 因為它就是辣椒 這是什麼 那個是 那個是潛勿觸碰 對不起 這一間很讚的 老闆介紹 說他們恰對面的這一間 日月茶行 很好喝 如何 蠻不錯的 小米麻糬超級好吃的 就在這個 分岔路Saven的對面 這一家真的是 蔡媽媽的最愛 我在吃的時候 蔡媽媽這個時候看著眼目 應該正在流口水 發出奇怪的笑聲 如果肚宅庄的下花 一定要吃 南瓜做的 掛包皮 的掛包 伊達哨的 碼頭這邊 它也有這種 水上電動船 獨木舟 Cayak 跟Sum 直接在這邊 如果你吃得很飽的時候 你的船還沒到 你就可以 走伊達哨步道 水蛙頭步道 不要用走的 走到那邊 你的頭就變成水蛙 用開車去的 到纜車站 的路上經過的那一條 很漂亮 就叫做 伊達哨清水步道 把路 蓋在水上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 當你走在伊達哨步道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 水上有這樣 它就是塵口 看到它那個 前面的地方 有一個很像 十字的東西 跑出去的 它叫做四手網 哨祖他們捕魚的方式 這一條呢 就是傳說中的 伊達哨清水步道 沿路非常的平坦 我們現在來是 日月潭極度乾渴的 時間 不然正常的話 這邊全部都是日月潭的水 到兩側到這邊都是 你就會很像走在水面上 建議大家可以 吃飽的時候來走走看 什麼它叫日月潭呢 其實它以中間的那個拉魯島 為中心 往南 南行如月湖 北行如日輪 南邊的形狀就像月亮的湖形 北邊的形狀就像太陽一樣的圓 它就叫日月潭 這裡叫做伊達哨 那哨的意思 就是狼 是人 然後伊達的意思就是我們 所以伊達哨叫做 我們是人 所以這一個地區叫做 我們是人 簡潔有力 早期是哨祖他們居住在這個地方 相傳 他們打獵打獵的時候 看到有一隻白色的鹿 鹿 然後他就在山林裡面跑 我要露你的腳 哨祖的人他就追 然後兔子 鹿就跑 跑一跑跑一跑之後那個鹿啊 就穿過了山林當中 帶他們來到 這一個日月潭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發現了這一座的日月潭 所以這邊你看到很多的 地方的時候 他們會用鹿做標誌啊 或者是有人叫做竹鹿森林 說那麼久 船還不來 這艘船這麼的大 裡面的乘客 就是你 跟我 還有船長 哇這艘更厲害耶 好漂亮 對啊 這好高級的耶 他說日月潭起誤的時候 他們會發佈競航令 就是讓 潭上的船 趕快靠岸 其他他們就不會再出 來日月潭好幾次 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景 非常的漂亮耶 我現在看你有點 夢霧 你看那邊有船幾乎看不到 對耶 好危險喔 剛剛算是 日月潭的很大的霧嗎 對很大 OK小心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我們來推薦水色海的耶 因為水色海他說他們三艘船裡面 就有兩艘是綠能的 日月潭紅茶 手工蛋卷 我們因為在飯店裡面 他要賣給我們的 就可以來這一個 騎鐵馬裡面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完全可以不用腳踩的協力車 我們就要往 最美的路段出發囉 GO 這段的路相當的漂亮 我好像有點上手囉 你看你在原物繞繞當中騎腳踏車耶 主要是騎電動 我覺得光電動的這一個就不到加了大概650分吧 一般騎自行車 騎到大顆汗 小顆汗 我們騎自行車喔 還要用尾尾巾 現在這個彎湖的地方啊 是建構在 水上面 這一段路呢有被 CNN GO CNN他們自己的一個旅遊頻道 跳選為 全球 十大 自行車道 裡面有法國 頂級 葡萄酒之路耶 還有 阿蒙斯特丹的 10號 自行車道 這在這世界自行車裡面相當有名的 這段水色吧的木站道呢非常多的人來這邊拍照 因為是婚紗者的最愛 他們曾經有算過 一天當中 最多 有38對的新人在這邊給你拍 一般人看到不曉得還以為是集團大結婚 你有什麼話要對大家說 你有這是單口向生日 好 洛宇松步道 他旁邊兩側的他就種植了 洛宇松環湖的一小段 很短 很平 有些人會來這邊野餐啊 在這種洛宇松的 樹蔭底下 走一走啊 拍拍照啊 這也非常多人來這邊打卡 然後他的正旁邊就是 向山遊客中心 這整個 自行車道 美倫美幻 美如天仙 這座向山遊客中 是由日本的建築團隊 叫做團祭宴 這個設計師他們得標 他們的設計就是以兩個L型 叫做雙手 環抱 整個日月潭的設計的理念 那他一方面是行政中心 一方面是遊客中心 那他用一種木紋形的清水模 來蓋 日月潭呢 是一個半人工湖 它就是拿來發電作用的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它就是拿來發電作用的 它就是拿來發電作用的 有一個景點叫做日月湧泉 它是引濁水溪的河嶺渠道 看水量的大小來 灌水進來 現在要要去林家 什麼意思 你還在這裡啊 就想要跳出再見 其實那沒有啊 蠻慌咖啡 坐完船 騎完腳踏車之後 就是需要 來這邊放空 他的室內是不可以讓你設拍拍照是ok 二樓三樓其實是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平日沒有開你就是只能看一樓 所以一樓的空間只有還好的感覺 現在到了我們的房間了 Room tour 2999 兩個人加上兩份早餐 兩個晚上等於一個人不到750塊 現在因為已經有點傍晚 明天早上的時候一定是更美 一般我們要住飯店的該有的東西他都有了 繼續前往下一個景點囉 TEM 我們住的飯店剛好是在埔里還有日月潭的中間 所以去這兩個地方大概都只要15分鐘 我們現在來到埔里城觀光夜市 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我們就來拍拍看囉 他的特色就是很酥 裡面很juicy 然後外面超酥的 麵 這個鞋子 蒙古烤肉 這個碗只要你放得進去 all you can eat 來囉 哎呦 豆芽菜 還不錯 好吃 兩個人150 很好吃耶 鹿港鵝啊煎也是在這裡面有名的 超酥的 好酥喔 嗯 很厚 食欲劑 不要太硬的是哪個 今天都還好 如果你的胃不是很大 你就跟著我們 吃這幾家 都算是有名的 我要兩杯紅茶 一杯藍椒紅茶 耶 以我們的度量 我們已經在埔里觀光夜市 心滿意足了 對 現在又回到瑞居飯店 那晚上的時候 整個那個燈光打下去的時候 高高又很高 你看看就給大家聽 哇 三個早安 各位從我們臉上的浮腫程度 也知道我們睡前是有吃了什麼東西 這是我都給人家騙的 為什麼他的餐廳 蓋的就像是 韓山上的帽子 還蠻多人的 超多人的 而且都是少年人 先來巡禮一下早餐那一天 看到我的品項的分布 應該看得出來我特別喜歡某一種的食物 好吃 早餐都立財 早餐算蠻豐富的 對 好飽喔 因為昨天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很晚 今天就要來看他的日景 他這裡很酷喔 他這裡有飯店 小木屋 還有一個叫做南洋風情喔 那我們剛剛就跟裡面的小姐商情 可不可以給我們看一下小木屋 他竟然意外的讓我們可以來看 小姐很親切 這就是一顆破百萬的午夜松 因為老闆興趣的關係 種植了兩百零五張的午夜松 我們就來觀賞一下吧 哇 我覺得很好耶 小木屋好讚喔 欸 很讚耶 恐怖的吹風機 吹風機可能很要改善一下喔 床卵嗎 昨天睡的那個床很好睡 這個比昨天的床更軟 哎呀 小木屋比較低 就有很多蚊蟲啊 一些各式各樣的生物 跟你一起共枕面 但是在這裡 它整個墊高的時候 你住起來就覺得 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我們覺得這一間飯店 實在是 CP值很高啦 它雖然不是很豪華 說進去有百萬未遇啊 但是它就是一間中規中矩 該有的一切都有 回來晚上八九點 睡覺剛剛好 要求不要太完美 我們會把這個連結放在下面 所以如果還有什麼其他讚的 我們會再推薦給大家 我們今天就要帶著 依依不捨的星期 走囉 掰掰 掰掰